我們知道記憶蘋果出了iPad之後呢 其實各大廠商今年在Computex呢 就都有推出平板電腦 那其實MSI也是有這樣子的產品 然後我們就請Marco來為我們做一個解釋 好的 現在各位在我手上看到這台呢 是我們今年新推出的一個Winpad 100A MSI Winpad 100A 那原來上呢 這台我手上拿到它是一個Special Edition 一個是由美國的一個非常知名的設計 Jimmy Scott他所設計的 那原來上這台機器呢 會將在今年的大概Q4的時候 在北美的地區會量產 那100A的特色呢 它原則上是搭載Android系統的一個產品 那所以說各位其實在那個 Android上面的App Store上面的所有的遊戲 基本上它都可以就是apply上去 那至於呢 要再換下一個Tech部分 另外這台的筆記 這台Tablet平板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它是採用AMD Brushes的處理器 那因為上它是一個雙核的處理器 那裡面的那個平台是採用Windows的平台 所以說一些商務人士啊 或者是公司行好的人士 他們平常在上班使用一些 Windows作業系統的東西 它其實都可以很簡單的 可以apply在到我們這台平板電腦上面 那原來上呢它這台非常的輕薄 那重量大概是大概七八百公克 那使用時間呢可以超過十個小時 所以就是可以隨身帶著走哦 沒錯 好 非常謝謝Marco 好 非常謝謝